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的北部,面积达到了72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区之一,仅次于新疆、西藏和内蒙古。 青海省还是长江和黄河的发源地,可以说是中华水塔。 那么,如此重要的一个地区,是什么时候纳入中国的疆域版图的呢? 一,两汉对河黄地区的初步经营,青海大部分地区位于青藏高原,是羌族的活动地区。 根据分子人类学的分析,羌族和汉族是同宗同源的两个民族。 在五千年前,汉族和羌族的祖先古羌,到达了甘亲一带。 随后,进入魏和一带的进入了农耕时代,成为了华夏族。 而停留在高原凤墓的,也就是羌族。 根据古文字学研究,甲骨文中的羌,也就是姜。 史记六国年表,与心于西枪,后汉书西枪传,西枪之本,出自三苗,将信之别也。 五月春秋,月王无于外传,摇取于有身世,家于西枪。 这些史料,证明了枪和江,古代为同旨,又证明了夏族,也就是枪族演变而来。 青海省的青海湖,也就是传说中的西王母的西海之地。 有小说写周穆盲,周游到西海见西王母。 但是在先秦的两年多年的时间里,青海地区并没有纳入夏商周和秦国版图。 真正第一次在青海地区进行了经营活动的是汉朝。 汉武帝元首二年,前121年,汉朝发动河西之战击败了匈奴,夺下了河西走廊,并设立了河西四郡。 从此,匈奴和枪族的联系被割断,而汉朝开始进入河黄地区。 前111年,汉朝军队进入河黄地区讨伐枪族,并在此设立了护枪教委,西平廷、金西宁。 这标志着汉朝开始经营河黄流域。 汉宣帝时期,赵冲国讨伐枪族,并设金城蜀国和七个县。 魏晋继承了两汉对河黄地区的控制,并在西宁一带建立了西平郡。 但到了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仙卑族的慕容室、徒古魂,进入了河黄地区,建立了徒古魂王国。 中原王朝暂时中断了对河黄地区的控制。 二、隋唐到北宋,故土的收复和沦丧。 河黄地区第二次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是在隋朝。 大业四年,六零八年,隋扬帝杨广派兵进入青海,第二年灭徒古魂王国。 经过此战,隋朝西部疆域得到了很大的扩展。 隋后,隋朝在此设立了善郡、且末、西海、河元四郡。 其中,西海郡位于青海湖一带, 河元郡位于黄河源头一带。 可惜,之后的隋朝没有能够加强对青海的控制。 之后,突古魂残余势力卷土重来复国,隋朝退出了青海地区。 唐朝建立后,继续着隋朝未能完成的事业。 贞观九年,六三四年,唐朝左宵卫大将军段志贤,率军击败土古魂。 当年的年末,唐太宗召集李晋卫、侯军吉、任臣王、李道宗、李大亮、李道燕、高增生等将领,全面进攻土古魂。 第二年,土古魂惨败而归向唐朝。 唐太宗以土古魂的王子福顺被封为可汗、西平郡王,实行机密统治。 然而,唐朝对和黄地区的控制依然是短暂的。 唐龙朔三年663,吐波大规模进攻土古魂,土古魂灭亡。 而和黄地区也正式纳入了吐波国的疆域。 此后的三百多年时间,青海地区也隶属于吐波。 吐波在唐朝后期发生了分裂,但是依然有力地控制着青海地区。 北宋中期,王安石实行变法,一度增强了宋朝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这为对外征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为了对付西夏,宋朝在和黄地区积极扩张。 1072年,宋军开始进入和黄地区。 此后,宋朝几次出入,最终在1104年建立了龙幼都护府, 史称西河开边。 西河开边是唐朝土谷魂被吐波征服以来, 中原王朝第一次光复其疆域。 北宋王后,京和西夏相继在该地区经营。 3.原明清 清海全境最终纳入了中国版图。 无论是汉朝还是隋唐以及宋朝, 其在清海地区的势力基本局限于和黄古地地区, 难以深入清海内部。 而隋、唐、宋对和黄地区的控制也十分短暂, 控制强度也薄弱。 而最终将整个清海地区纳入中国版图的还是从元朝开始。 1.227年, 成吉思汗灭西夏国, 随之蒙古军禁军和黄地区, 该地区纳入了蒙古韩国版图。 1.239年, 倭端率领蒙古军进入了吐波地区, 四分五裂的吐波势力土崩瓦解, 纷纷投向蒙古。 1.247年, 吐波宗教首领萨迦班智签订了萨迦班智, 达至凡人书。 该协议规定了吐波隶属于蒙古韩国。 1.271年, 忽必烈宣布继承为中国皇帝建立了元朝, 而吐波地区也归属于元朝的宣政院来管辖。 因此, 西藏和青海在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纳入了中国的版图。 明朝建立后, 继承了元朝的大部分疆域, 明朝在和黄地区设置了西宁卫, 之后又设置了安定、阿端、驱仙、汉东四个卫, 是称塞外四卫。 1488年, 设西宁兵被盗。 当然, 明朝的军事实力未能像元朝一样深入青藏高原内部, 只是在青海册封了朵干行都指挥史司, 在民意上保持着统治权。 因此, 青海地区在明朝虽然名义上隶属于明朝, 然而大部分地区实际上没有得到真正的控制。 万历年间, 贝拉特蒙古的荷硕特部进入了青海地区, 建立了荷硕特韩国。 到1642年, 荷硕特韩国已经统一了青藏高原, 而荷硕特韩国在民意上, 又在1635年之后隶属于清朝。 其原因是清朝皇帝黄太极的第二重身份, 就是蒙古国的大韩。 之后准戈尔韩国强盛, 荷硕特韩国又臣服于准戈尔。 1717年, 准戈尔韩国对荷硕特韩国发动了袭击, 灭荷硕特韩国。 准戈尔是清朝的死敌, 因此康熙皇帝必然不允许青藏高原被准戈尔占据。 1721年, 康熙皇帝派遣大军进入青藏高原, 击败了准戈尔, 并在此驻扎军队。 1723年, 荷硕特部顾时韩之孙, 罗布藏丹经叛乱, 四年被清军平定, 雍正帝随后在青海设置了青海办事大臣, 实现了对青海的直接控制。 此举结束了明末青海, 但知有蒙古不知有听、 卫、淫、武主观的状态。 清朝对青海地区的直接控制 最终将青海纳入了中国的版图。 到了1912年, 西宁办事处改名为青海办事处, 青海一词正式成为了行政区的名字。 1929年, 青海建省。 综上所述, 青海地区自古以来是羌族的活动区域, 而羌族和汉族同宗同族, 而中原王朝从汉族开始进入青海东部的河黄地区, 开始了断断续续的控制。 直到蒙古人招响吐蕃, 整个青藏高原才首次纳入了中国的版图。 明朝虽然继承了元朝的大部分疆域, 但是对青海地区控制十分薄弱。 青海最终纳入中国版图, 是青朝康熙击败了整个尔韩国, 此后再次设立办事大臣,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青藏高原内部设立衙门机构。 青朝对青藏的管理, 对中国的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最终中华民国继承了青朝对青藏地区的管辖。 青藏高原资务赢 青水高原赢 青少年迪琰